左眉是三十前 右眉是三十后 有 有没有说过左拳三十前 右拳三十后 那什么时候算哪样 真是不明白 不是 如果你有法令的人 就是原来左边可以参考三十前 右边可以参考三十后 因为我经常说有些人 四十岁前他都现了法令 那你就可以参考 譬如说四十后现法令 你可以从法令参考他三十岁前 事业好不好 行不行 行的吧 我不知道 不要紧了 这个是参考 所以记住看相 他又问得对他 又不要怪他 因为他就不懂得那么多 我就懂得更多 还要不止 就是教你那个 简单榴莲法教了 还有个九则榴莲法教你 更多疑问 所以原来学看相 越懂得更多的时候 你就越不懂得看 越懂得更多 就像你们那样 懂得更多扮代表 说两句话要为自己好 学多五年你都不可以 好 又是时候休息一下 下一部分回来继续 风生水晶读班 这个法令不明 法令不明的意思就是 这个法令 验下不验下 代表职业内 风生水器 风生水器 要多的福音 就会风生水器 有什么是时候 体会风生水器 看起来 你这一部分 有什么是时候 你还没有 这么快有 我想知道 笑的时候才有 还是不笑的时候 有法令才叫法令 很少可笑都没有 这个就比较少的 多数笑上来怎么都会有条文的 但真的慢了有些人笑都没有 那就是完全没有法令 所以这个没有法令是无所谓的 有就要看 没有怎么办 不用看这个世界 有你了 没有就是不长寿 没关系 没有就不用看 记住因为现在的年代 我经常说不同 原来以前的年代 法令是很重要的 法令是说法律和命令 所以你发现上一代的老人家 十个穿九个半 是不是都有法令 看看你父母也看看 公都容易有 因为以前的年代 和现在的年代不同 譬如像我现在的样子 都没有法令 为什么 是鬼 现在我的学生都不理我 学完出来他说比我更好 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不同了 那现在以前的年代不同了 以前的年代是说阶级观念很重的 那你是一日为师 就终生为父 等于你小学幼稚园 阿sir教过你的 你看到大个 他是不是都叫阿sir 现在的年代 他转过头都不识你了 所以现在的年代 年轻的人又没有法令 连我也没有法令 不过我都会认识我师父 将来你们不认识我都不要紧 那是不是法令越厉害的人越有权威呢 不是 法令越厉害的人越古板 所以将来你们不认识我 自立门户 我都不会不开心 但如果法令很深的人呢 见到一个学生自立门户 又不提他的名字 他就会很不开心了 所以原来有分别的 原来这个法令来说 讲法律和命令 你这个人权不权威 估不估版 就是讲这个 有没有法令的 譬如我们讲回 每一个民族的特性不同的 我经常讲 日本人是这么多的民族法令 最深的 有没有留意啊 有去旅行 大部分人都会去日本旅行 他的法令真的很深 因为我们阶级观念 就真的重得很紧 分得很紧 变了来说 他的服从性就很紧 他高你一级 他叫你 你不敢说 say no的嘛 所以他们的法令这么深了 我们香港的社会 经常讲的挺好的 因为一个多文化的社会 有很古板 很传统学术的人 也有好像我一样 搞搞震 没有光顺的人 那你变成有法令 没有法令是不重要的 那你就知道了 有法令 没有法令 不重要 但是有法令 法令生得好不好 就很重要啊 所以记住 没有法令 不用怕 有法令 千万不要生得不好 首先说法令 一定要够长 法令 长过口 就叫做够长 因为用口来造界的 法令长过口 又叫合格 就先叫做长寿 如果法令短呢 惨了惨了惨了 有法令 法令不过口 就不过59 那是不是这么短命 就不知道了 就代表短命的象征 因为以前的寿命 和现在的年代不同的 以前我们70岁 60岁就做寿 70岁就叫人生 70古来稀的 现在70岁 周间找到一些伯 动一动 很年轻 原来都70岁了 对不对 那变成可能寿命 拉长一点点 所谓形容词 以前常法令是长寿 短法令是短寿 这个法令很阔的 原来法令也代表你家企活动范围 你事业的活动范围 你做这一行 你是不是肯定很想海外扬名 是 那就要看法令了 原来法令越阔的人 越容易海外扬名 法令越窄的人 越难海外扬名 法令窄来说 香港比较少见的 我看到张曼玉那个 都好像挺阔的 因为虽然他以前小时候叫苦女 现在他变成法令 原来法令阔就容易海外扬名 代表你的事业 可以扩展到世界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就容易世界出名了 那你又要留意了 我们香港人 很少这个法令 贴着口衫的 那你去大陆 农村 记住了 一定要周围去的 看上 大陆农村 很多人很有法令的 法令是贴着这样打直垂落来的 你又不要说他很权威了 他一生最权威了 你又耕田持一个泥扒 管一下老婆 所以记住了 法令要阔 心、长 才叫做有用 法令直垂落来 他的活动范围不是很窄的 所以他的活动范围 可能在几茂田那里 耕来耕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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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就走来走去的了 所以记住了 要深、要长、要阔 就代表了一条好的法令 接着这个法令本来 是比较窄的 但有时候人们笑了上来 我没有了 你们各个少许 其实我有逻辑性地推你 你年轻的时候笑得多 自然老了这条文就更深 对了 所以叫我目标情文没有法令 对的 你没错的 没有的 我们没有一个中型法令 因为中型法令的人 他本身法令是这样 然后再抗一条出来 这条是笑上来的文 你说对了 笑得多了 笑得多了 然后文一走出来 你变成中型法令 所以本来他做一些很传统的行业 可能是针灸、中医 一生人都出不了羊 没有人相信你 谁知道突然间 现在很流行 他立刻去到外国 很厉害的针灸师 很厉害的中医师 海岸阳明 所以这些是传统的行业 突然间外国有的发展 变成中型法令 这个也是好的 总之法令深、长、阔 如果不够阔 有中灵法令也是好的 接着法令有双重 我们上次有个观众的例子 有重亲或者二业 左是代表两个爸爸 右是代表两个妈妈 或者两重职业 左边是三十岁前 右边是三十岁后 因为他不一定说 一生人都是两重职业 又分三十前三十后 接着法令破成章 有些人法令很长 不过是这样 多弱成章 成章就是七十一岁 七十一岁有个关 看这个关不能够 不能够 不能够再延续十几年 所以如果你发现法令破成章 先交代一下身后事先 那人当然会死的 不用怕 那你不是一个不过意 你操守不及怎么办 过了之后 才又再延续一个圈 因为通常一个 就十年或者十二年一个循环 所以七十一个左右 就去到八十一或者八十三 那接着这个呢 法令破烂台 法令破烂台 少了个嘴 我就不知画什么 法令破烂台 有时的人法令 在这个位置生出来的 这样 这样兜出来一条法令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因为你们以前不会留意 这条文字的 那法令破烂台的人呢 亦都是罪不到财的 因为我们又说了 何之人身不罪财 但看法令破烂台 所以法令穿了下 这个臂液 金甲来的 等于那把刀砍开了甲蚊一样 都是罪不到财的 还有一个新发现 原来通常呢 这个臂液 法令穿了臂液来说 当然也是容易重色轻友的 重色轻友 又不可以说人错的 正常的 当然是老公 或者男朋友 老婆或者女朋友 更重要的 朋友有什么重要的 老婆陪你一世的 朋友会陪你一世的 所以这个都不可以怪别人的 那跟着呢 长短法令 上次说过 长短脚 长短脚就走街 要小心一点 要或者练一下功夫 练一下平衡力 练一点 我都常常叫我女朋友 练功夫做运动的 她懒得连樓梯都不走 有她继续摸 我都没办法 那她是不是长短法令 不是 她眉断 哦 因为女人 眉是代表脚 那眉断 就是脚受伤脚断 她以前就常是手断 那我就怀疑 会不会真的 女人都看过手呢 原来现在知道 不是了 95年 摸一次 05年 不是07年 又摸一次 12年一次 逢是朱年 她原来就摸一只脚了 那就知道了 现在法令呢 法令呢 法令都是代表 不是 法令都是代表手 原来这个都代表脚了 有时候挺硬的 那原来她一条尾是断了崩 你将来看到她留意一下 那她常常是跌过一只脚的 那跟着呢 这个就是法令入口 感谢观看